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记王 春秋作 一褒贬 别善恶 诗经中有四种题材 分别为国风 大雅 小雅 宋 称为四诗 在周朝衰落以后 诗经逐渐被人遗忘 于是孔子就根据卢史 编著了春秋 这本书隐含对现实政治的褒贬 提醒世人能明辨善恶 孔子曾说过 不学诗 无以言 这句话是他对儿子孔李所说的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吧 在春秋战国时 孔子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陈康 陈康不远千里从陈国来到鲁国 拜孔子为师 由于孔子的学生众多 陈康一直没有机会 单独接受孔子的指导与教诲 因此对于孔子的为人际教育理念 仍存在着一些疑惑 有一天 陈康碰巧遇见孔子的儿子 伯瑜 伯瑜先生 您是老师的公子 我想太定常常告诉您很多 平常人听不到的道理吧 嗯 这倒是没有 不过有一次父亲在庭院中 看见我快步经过 便问我 伯瑜 你学过诗经了没有 还没有 诗经的知识丰富 你不学诗经 说话就不能应对得体啊 于是我便开始学习诗经 过了几天之后 父亲又问我 伯瑜 你学过礼记了吗 还没有 你不学礼记 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啊 于是我又开始认真学礼记了 大概就只听过这两次 父亲给我的教诲吧 嗯 谢谢您 我知道了 陈康回去后很高兴地向家人说 哈哈哈哈 我今天啊 可是一问单得哦 不但明白了学习诗经的重要 也知道学习礼记才能带人应对得体 更看到了君子的治正无私 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 也没有丝毫的偏思啊 不久之后 陈康听到哥哥在魏国生病过世了 于是连忙赶往魏国奔赛 我的命好苦啊 你为什么要保下我 瑟瑟啊 您请节哀吧 先生 我有一事要向您禀告 什么事 您尽管说吧 您哥哥生前贵为齐国大夫 现在过世后 您嫂嫂和我担心 没有人在地下伺候他 我们希望能选几个人 为他寻葬来伺候他呀 什么 用人殉葬 那是违背礼法 这万万不可呀 那你哥哥在地下就没有人照顾了 我不忍心 是啊 殉葬是伤代流传下来的不好的风俗 那时的权势贵族们 认为人死后会在阴间继续活着 于是希望像生前一样 享受着荣华富贵 并得有人侍奉照顾 便用人来陪葬 陈康受教育孔子 知道孔子极力反对这种不人道的风俗 于是灵机一动 如果哥哥需要照顾 我想没有谁能比你们两位更适合 不用人殉葬就算了 如果一定要用人殉葬 我想你们二位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什么 诸 听完陈康的话后 嫂嫂和管家大清识色 再也不提殉葬的事了 陈康以用人殉葬不符合理智的角度 来阻止了这种不人道的做法 这或许正是他受教育孔子的成绩 孔子总是教导学生 要立身成德 必须能心与诗 立与礼 成与乐 就是说明 学诗可以使人温和敦厚 兴起向善的心 学礼可以端正人品 使我们能够稳健地立足于社会 而美好的音乐 可以涵养高尚的情操 使人养成圆满的人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